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对日本的好感最多 有哪一个国家对日本的感情最深 我跟大家讲是泰国 在此前的节目中我们就说过呀 二战的时候泰国可是日本的盟国呀 只不过后来泰国的政治人物耍了一点精明的手腕 二不单从日本的盟国地位中推出来了 摇身一变还成了战胜国 最近日本做了一个全球范围之内的调研 问一下世界各国人民对日本的感情是怎么样的 是好非常好还是一般还是正物 大家知道吗 98.6%的泰国人选择的是对日本有好感 泰国对日本的好感能好到什么状态 我跟大家讲大家都想不到 就在前几天泰国宣布 正式批准从日本的福岛地区进口水产品 大家知道吗 311大地震过去七年了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敢于说从福岛进口水产品 因为大家都知道 核辐射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过程 大家根本就不清楚核辐射能够对福岛周边水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 日本还有几百万吨核废水无法处理 日本还有几千万绿方米的核废土无法处理 即便在日本的超市中 日本福岛自己补货的水产品都要单独打上来自于核辐射地区的标号 日本的老百姓不穷到一定状态都不敢去买的 而在这个状态下 泰国敢于宣布他们要从日本进口福岛的核辐射海产品 这可是全球独一份了 这是一股怎样的感情啊 大家不要忘了 就在前不久 因为韩国说我不进口日本的海产品 日本还到WTO去告韩国嘞 而泰国都好啊 根本不用你告 就是因为我对于大和民族有着无比深厚的民族感情 所以我要进口日本的核辐射海产品 这个消息出来 泰国也是举国哗然啊 很多泰国的环保组织都说 咱这政府是不是疯了 你进口谁不好 你进口日本的 更关键的是 泰国很多环保组织说 要求政府公布一下 你进口这些海产品都供应给哪些餐馆哪些超市的 泰国政府说 我就不公布 我不告诉大家 我供应给谁了 所以啊 未来要去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 你都要小心了 因为你在泰国吃到的海产品 说不定可是从日本的核辐射地区进口来的呀 大家不要忘了 今天的泰国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地了 是不是泰国政府觉得 只去看看人腰还不那么过瘾 得真实体验体验核辐射产品 看看能不能也变那样才有意思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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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